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和一群人来到了酒吧 他去吧台买了啤酒 他们一块讨论了半天处男的问题 最后他们讨论要去哈克岛转一转 小刘想要和他们打赌 这几个小伙子都知道哈克岛就是人们所说的禁区 于是他们几个人就打算去那里 其中一个小胖问他们要怎么样才能去哈克岛 小凯说他们能够坐一个朋友的船去那里 然后他给了小布一台相机 在走之前 小凯让他们所有人把手机都交上来 他们把手机交了出去 所有的人都出发了 之后他们就坐着船去了哈克岛 到了岛上之后 小胖说自己感觉不太好 不想参加这次行动了 可男主却说既然到了这里就要进行下去 因为他们这一次是赌钱来的 小胖看男主这么坚决 也只好答应了 男主和小胖是一对 他们就开始行动了 男主和小胖两个人在丛林里穿梭 他们还顺便捡了一点柴火 小布在另一个队伍里面 两个队友发现小布还没有回来 就猜测他可能是迷路了 男主和小胖已经把火点着了 男主手里抓来两条蚯蚓 小胖看着都恶心 男主就把蚯蚓给吃了 可小胖终究还是有点恶心 没有办法就把蚯蚓吃了下去 小布确实在丛林里迷路了 他把摄像机的灯打开了 然后开始寻找同伴 因为小布手里拿着照相机 他拍到了怪物的一个爪子 怪物开始缓缓向他移动 小布机智地把灯黑灭了 才逃过了一截 男主感觉好像有什么动静就跑了过去 本来以为是同伴们在逗他们 男主去了半天还没有回来 小胖有点担心就找了过去 小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结果男主突然窜了出来 一下子把小胖吓了一跳 小胖回到了火堆旁边 想大吼两声撞着胆子 男主又把他吓了一跳 看来小胖胆子比较小 他坐在火堆旁边一直抱怨 男主看得比较开 忽然一声吼叫传来 男主就拿着火把跑了出去 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做怪 小胖也跟着男主去了 然后他们听到了若有若无的响声 男主迅速把火把给熄灭了 然后和小胖趴在了地上 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一个身影 把他们的火给扑灭了 小胖和男主两个人就跑到了营地 准备把他们的包给拿回来 他们从包里拿出了手电筒 这个时候小布的惨叫声传来了 男主连忙拿起手电筒就跑 知道好哥们遇到了危险 男主肯定要赶紧过去看看 男主和小胖就开始狂奔 跑了一截路 他们又停了下来 男主让小胖待在这里不要动 可小胖感觉这里非常的危险 小胖撒腿就跑 男主跟在后面就开始狂追 然后男主和小胖又看到了另一个同伴小李 另一个同伴小李直接把小胖给扑倒了 他们在这里听到了恐怖的声音 他们三个人赶紧开始跑路 小胖非常担心 小李想直接离开 可是男主不愿意 因为其他的两个同伴还没有找到 很明显小李被吓坏了 小李想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小胖不会游泳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 男主想要留下找兄弟 他就让小胖去拿着他的刀还有灯去做一个长矛 这样子他们也能够利用长矛 比喻怪物 男主这个时候坐下来想和小李谈谈 男主问小李是不是看到了怪物 很明显小李的情绪有点不对劲 他被吓坏了 最后他们达成一致 需要找到好兄弟才能回去 小胖这个时候拿着刀准备削一个长矛 他忽然看到有一个洞 赶紧又钻了进去 估计小胖子被吓得想要找一个地方躲起来 男主这个时候去点了一堆火 想要看看怪物是否真的存在 点着了之后 男主赶紧窜到一棵树背后 他真的看到了怪物 然后男主就去找小胖 男主也钻进了那个洞里 这个时候怪物的爪子突然伸了进来 因为洞比较小 怪物进不去 怪物走了之后 男主和小胖就出来了 男主和小胖找到了小布 可是小布被吓得爬上了树 一动都不敢动 最后小布终于从树上下来了 看来这小伙子已经被吓破胆了 过了一会儿怪物来了 小胖拿着手电筒就跑 走路的时候还开着手电筒 怪物就跟着小胖跑 小胖跑不动了 就直接上树了 男主听到小胖的求救声 赶紧引开了怪物 最终躲开了怪物 然后他们三个人又碰到了一块 他们又吵了一架 而男主去赶了一些毛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们去找同伴 结果看到一个人被咬掉了一半脸 他们害怕的躲到了一边 之后男主和小李一块去了怪物的巢穴 他们在那里看到了骷髅 于是他们出来找小布 没想到小布在树上下不来 小李准备上树接一下他 结果小李摔了下来 最后男主他们都被杀了 而小刘和其中一个人也去找男主他们 最后他俩也死在怪物手里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